8. 聯合部2015年7月18日報章 B.2 其《高鵬新聞》大蘇玉涵紫官報道 赤嵌海濱裝置藝術失色十二生肖被打破頭紫官 沒錢收紫官區居民投訴本報 指赤嵌海濱地區的十二生肖裝置藝術 多年前租人破壞,許多裝置的頭部都破了一個大洞 向主管單位反映多次卻不見相關人員前往收復 指官區公所表示,缺少經費才遲未收復 塞嵌居民表示,赤嵌海濱地區的十二生肖裝置藝術 在十三年前設立 當地居民看得這寫海外的生肖雕像,都很開心 經常有老人帶著小孩到海濱地區掃生肖 跳望衛南海岸,近年來,這處警官被不肖人士持石頭及鐵棍破壞 許多裝置藝術的頭部破了一個大洞 無樣難看,在地人漸漸的不愛到這裏觀海 主管單位根本就沒用心經營 黃聖居民說,赤嵌海濱地區 除了十二生肖裝置藝術被破壞,久未收復 連水泥基座也因海水長期腐蝕鋼筋裸路 地上隨處可見空走坪、衛生紙等垃圾 指官區公所表示,海濱地區的十二生肖裝置藝術使用玻璃纖維製成 遭民眾蓄意破壞,因缺小經費無法收復 會再想辦法偏離漁船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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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